哈囉 大家好 我是星恒座所特派記者七七 現在我們來到台北星恒醫美燈所 要幹什麼呢 我們要來突擊方隱函醫師 能承認醫美界的醫生理 她在哪裡呢 在那裡 方隱函醫師 你好 我是特派記者七七 我們今天要來突擊你 請要請問你現在要來上班嗎 對 我等一下要上班 那你吃飯了嗎 那你的包包要給我了嗎 為什麼 因為我要突擊你的包包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你一起上班 Let's go 好的 我們現在來到台北星恒醫美燈所 現在我們就來突襲她的包包 走吧 啊 算了算了 我已經放棄奪回我的包包 讓我來為你介紹 我們新裝潢好的診所吧 好啊 那你們現在看到的呢 就是我們的大廳 是不是很粉嫩 讓你們的少女心大噴發呢 超美的 然後我們在比較偏內側的話 就是偏比較工業風的設計 表示我們在治療務實的態度喔 嗯 放牙醫師包包 START 來來來 我們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我有點緊張 保溫杯 是 裡面是溫水冷水 溫水 我們來看看這個 這個說起來 衛生紙啦 衛生紙啦 不是什麼秘密喔 這個是肚子餓的時候吃嗎 是啊 如果你喜歡的話就給你吃啦 真的嗎 對啊 不過吃完的話 你就可以來我們這邊做冷中減脂療程囉 這個是 護唇膏 也是潤唇的 這是有帶顏色的 裡面還有一條護唇膏 其實我平常最在乎這個了 這個呢 電腦啊 平常我們在諮詢的時候 會希望給客人看一些照片 然後他們比較有前後的對比 他們會對我們的治療比較有信心 愛工作的女人 真美 那我們來看一下 化妝包裡有些什麼呢 嗯 欸 電線 傳輸線 電源線 電源線 化妝包裡沒有 嗯 OK 合理合理 現代的手機常常沒電嘛 嗯 隨身碟 合理合理 電腦嘛 這個呢 這個呢 這裡還有啊 這個呢 這個是電氣包還是 對 身為一個成功的女人 一定是要 呃 女人的那方面也要經過 工作也要經過嘛 哦 所以前半是電氣包 對 後半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化妝包 有有有 我懂氣墊粉餅 補妝用對不對 這個 呃 睫毛膏 暴紋睫毛膏 內心是狂野的 翻絲 我不知道你的口味這麼獨特 這個 這個是我諮詢的時候又用的啦 就是我們雙眼皮的模擬器 比如說像你這樣子啊 欸 好我們張開眼睛 啊對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模擬出了雙眼皮的樣子 欸 大家好喔 顏仙底 隨時補妝啊 呈現最好的一面啊 對不對 欸 這個我知道 我們公司的 對啊 你也很熟悉吧 對 其實呢 這個就是我們心核診所 跟我們心材保養公司 一起研發的一個專門為術後修護 所產生的保養品 那其實 如果沒有接受過治療的話 平常當保濕也是很好的產品 你來試試看啊 好啊 你看這樣是不是推一推 立刻就很均勻 而且皮膚看起來的光澤也很好 真的 對不對 真的有差耶 你看這個是有差的 這個是沒有差 這比較有光 有的時候啊 其實如果 我覺得基礎保養做好的話 你其實 並不一定要臉上上很重的妝 就是做好基礎的保濕 還有這些修護 那其他的妝 我覺得其實 都 只要淡妝就已經可以很漂亮 對 好 那我們來看最後一個 你們的秘密 你不可以說我的年齡 哈哈 各位觀眾 我要為你揭曉美女醫師的錢包 呃 那個錢啊 現金卡 我就不敲了 我們來看一下證件照 什麼時候的你 那個 二十出頭吧 二十出頭 二十出頭 那 這個呢 這是什麼時候的你 這個是最近囉 最近大概 有一年多錢而已 一年多錢 你以前是 啊現在變白的耶 啊 是做了什麼 我們進來當然一定要保養一下的呀 嗯 做了哪些 嗯 像我最喜歡的治療啊 平常我最喜歡的治療 皮膚基本保養一定會去打一些皮苗蕾色 讓皮膚看起來比較嫩 比較白一點點嘛 那隨著年紀也會去做一些 便宜波拉皮 嗯 我覺得這些都是蠻實用 而且是低侵入性的一些治療 很實用的 那方醫師 嗯 像我現在二十五歲 我要做哪些 嗯 因為像我們也沒有說很垂啊 可是會覺得好像老了 也還好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照顧你皮膚的部分 嗯 所以像我剛剛講的 皮苗蕾色 嗯 或者有一些像水光出色的部分 你也可以考慮 該敲的我們都敲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真的空空了 沒有了啦 欸 有啦 謝謝 哈哈哈哈 沒東西了啦 好那方醫師就這樣囉 我們 該讓你上班 掰掰 欸欸欸 把包包收好啊 然後等於是 掰掰掰掰 回來 好我收我收 我乖乖收 歡迎收我毛走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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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十五歲 成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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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功